陈靖新当年被判了五个死刑 创下治安史上的记录 枪决前 他向典狱长讨了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他是关在保护社 从保护社出来到刑场 我看他都还蛮冷静的 他在行刑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他有一个晚餐 有一个最后一餐 等他吃完之后就需要行刑了 他有要求抽烟 我们会给他一根烟抽 我看他抽烟两个手一直在发抖